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符合市场预期 13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但打房倒是有备而来 面对房市太过火热 央行大动作调升 台币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 从7月1号起实施 更祭出第六波信用管制措施 针对六都加新竹县市 第二户房贷陈述 从7成降到6成 6月14号起实施 而不动产业者表示 立即上路杀伤力极强 以3000万元的房子来说 贷款陈述再紧缩 等于换屋组要短时间内 多升出300万元缴屋款 泰家开发董事长 吕金发则表示 卖气一定立刻重挫 整体的市场上面或许也不无说呢 暂时会有一些这个停看厅的状况 也就是说不管是建商 他在推案上面是不是要看一下政府的风向球 这连香林建设集团董事长赖正义也直言建筑成本高涨 建商利润大减希望政府别再打压 这是央行深准不升息 也让有购置第二屋计划的民众脸绿了 因为自备款上恐怕就要多准备 房市是否真会因此油热转冷 各界关注 特别的新闻 新闻想留学 SNG小组 三毛岛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协商 讨论复议案过程却一度爆发口角 韩国瑜不但拍桌甚至气到离席 不晚被拍桌 立法院长韩国瑜愤而离席 中场休息让大家冷静冷静 原本针对复议案朝野协商三党团 却为了谁先发言爆发口角 为了发言规则双方火气都不小 不止民进党立委庄 我已经说过等一下会回到你们这一 什么叫做你已经说了 是你指挥的 你不要才是我让我讲 你不要才是我讲 我都不会没有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液会高了 因为你太不讲道理了 朝野对行政院长道立院说明有共识 针对时程国民党被妥AB两方案 方案A6月14号院会上午报告下午投票 方案B6月17号召开全院委员会 18号院会上午投票下午直询 民进党则主张充分讨论 不必敢在18号处理 重大议案不要再有时间压力 然后为快而快 我个人都认为review了机会 就好好的来重新再来审视条文 经过近两小时讨论朝野协商出炉 6月19号20号召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复议案 并邀行政院长列席说明 21号上午记名表决 协商战告一段落 但表决大战立愿恐怕再上演朝野混战 TVB的新闻里国阵全人请台北上报道 华尔街日报踢爆 马斯克把自家公司当成后宫 SpaceX的老板伊万峰 马斯克多情多金 已经生下11名子女 现在又被华尔街日报踢爆 马斯克根本就把自己公司当成后宫 Elon Musk is running a quote animal house 多名员工就爆料说 马斯克秘密情史很丰富 包括2017年看上小20岁的嫩妹实习生 让对方空降主管 2016年还要帮空服员买马换取亲密接触 2013年还有女员工出面指控 马斯克逼他生小孩 前员工爆料马斯克就是性别歧视的根源 常常评论女性的内衣尺寸还开黄腔 更逼员工要追踪她的ex账号 看她发废闻 不过马斯克现在可是乐歪了 周四特斯拉股东会通过他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 他曾经放话说若不给他加薪 他就要去其他公司发展AI科技 不过苹果跟OpenAI结盟之后 外传马斯克为了打对台 打算携手南韩三星推出AI手机X Phone 马斯克回应说不无可能增添想象空间 你们就做不到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好 继续来关注的是G7领袖峰会 今天在意大利登场 而会中聚焦就是援助乌克兰的议题了 因为俄罗斯持续的加大力道 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空袭 首都基辅虽然拦截掉了 大部分的飞弹跟无人机 但是掉落的碎片 还是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而俄军的这波攻击 还锁定泽伦司机的老家猛烈炮行 一群俄兵坐在车上 在道路上高速奔驰 他们原本还兴高采烈的拍影片 突然之间眼前飞来一架无人机 吓得他们赶紧跳车逃命 这群惊慌失措的俄军 为了保命试图朝无人机开火 但依旧徒劳无功 乌克兰无人机直接冲撞 炸毁他们的座车 无人机在沙场上频频发威力功 因此乌克兰宣布成立 全球首支专门的无人机部队 包括陆 海空都会有无人机 在地面战事方面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士兵 则是持续在哈尔科夫战场上 和俄军近距离交战 俄军则是持续跑红 深夜发射冰雹多管火箭 空袭乌克兰全境 就连总统泽伦斯基的老家 克利夫洛士也遭到俄军飞弹 锁定袭击 首都基附也再度遭遇空袭 尽管防空系统击落五枚俄罗斯飞弹 和24架无人机 但掉落的碎片 还是杂重一处工业设施 引发火灾 这场夜叹还导致大首都地区显入 其黑 甚至有电视台主播正在播报时突然断电 直播了 新闻 新闻 我们在此行 我们在此行 在K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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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庭里面 在所有的一名 这最能够的 称之后 甚至 封嘱启 我们在这些关系 因为我们发现 这些超大危机 让家庭 这些最多的危机 受到老母国 没有那么 像是 连到 除了加大空襲力道之外 俄羅斯也持續在美國的後院秀肌肉 在21巷禮炮的歡迎下 由俄羅斯海軍護衛艦 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率領 和動力潛艇柯山號和兩艘軍艦 驶入古巴哈瓦納港口 雖然宣布是以和平目的來放 但船艦上搭載高石高超音速飛彈 還是引發對美國示威的揣測 另外古巴陷入幾十年來 最嚴重的經濟規計 莫斯科這時候雪中送炭 運送石油給古巴借機拉攏 古巴總統5月份 就曾經公開力聽普琴 我們希望您的軍艦運動 西方國家不敢大意 因為俄羅斯拉攏的可是曾讓美國 出現飛彈危機的古巴 這個活動聯盟 據美國的態度相當低調 強調俄羅斯軍艦來到大西洋 沒有構成威脅 似乎想要防止事態擴大 CNN報道指出俄羅斯的軍艦離開古巴後 據傳接下來將前往立場也是親俄的 委內瑞拉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再來關注另外一個戰場 雷巴嫩真阻擋周三朝以色列發射兩倍多枚的火箭彈 這次包括了以色列第三大城海法都受到威脅 另外加薩地區死亡人數已經破3萬人了 哈瑪斯領袖辛瓦居然對內部高層說 加薩平民喪命是必要的犧牲 以色列上空又上演火箭彈連發 只是發射的位置不在加薩而是黎巴嫩 以色列第一時間啟動鐵球系統攔截 但火箭彈還是源源不斷 因為真阻擋一口氣發射200多枚 創下以哈戰爭以後 真主黨單日最大攻擊 這次火箭彈大多落在邊境地區 不過有些卻落在加利利海周圍 和第三大城海法東側 一名以色列記者就評估 這個人口接近30萬人的城市 遲早下達撤離令 真主黨還宣稱有摧毀以色列鐵球發射器 先前也曾擊落高空無人機 以色列南北同步作戰 威脅不堅反增 真主黨也認了這波攻擊 是要報復以色列先前 急避他們的高階指揮官 這名指揮官 據稱是以哈戰爭以來 真主黨死亡軍官中 層級最高的一位 只是話才說完 以軍加碼轟炸更多真主黨據點 雙方互轟的範圍 還有擴大趨勢 以色列似乎不怕同步作戰 也在加薩擴大施壓 南部拉法地區也能看到 越來越多士兵和戰車 巴勒斯坦官方通訊社表示 先前被列為安全區的拉法 馬瓦西地區也被攻擊 不再安全 而北部民眾更是處在 如地獄般的生活 還是缺乏乾淨用水 加薩各地死亡人數破3萬人 不過哈馬斯領袖辛瓦 還在神隱當中 甚至認為目前的情勢 有利哈馬斯 華爾街日報報導 辛瓦在一份寫給領導層的文件中 認為國際壓力落在 以色列身上符合他的期待 內容中也透露 根本不在乎人民死活 在一條訊息給哈馬斯領導層 辛瓦寫說 這些是必須的活動 印尼斯坦官方在社交媒體上 說辛瓦寫了 辛瓦寫了 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 這是辛瓦 而他生命是沒有什麼 至於先前 以色列成功救援的四名人治當中 其中一人有俄羅斯國籍 他的父母特地飛來 以色列溫馨大團圓 卻也聽到許多兒子 告訴他們的恐怖遭遇 包括在高溫下逼迫 蓋毛毯或是騙他以色列人 希望人治死光 因此當以軍特種兵 衝進來的當下 他真的一度以為會被滅口 無奈剩下的上百名人治 或是時間還是未知數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證實 哈馬斯最後一刻 又說要修改協議 布林肯在以哈戰以來 第八次的中東行 看樣子還是不太順利 這新聞綜合報導 好 繼續來看美國的狀況 美國五月通膨趨緩 聯準會青睞的通膨指標 核心通膨率連續兩個月降溫 九月降息的機率 已經有70%了 而聯準會主席鮑爾 雖然宣布利率不變 但已經暗示 今年會有一次的降息 儘管政府說通膨放緩 但是美國民眾還是覺得無感 尤其是小家庭 因為價格仍然比四年前高得許多 在美國矽谷San Jose 七房新粉刷的物件 開價賣70萬美元 約台幣2260萬 是San Jose平均房價的一半 哪有這麼好康的事 看照片都沒問題 但實際一看臉都綠了 門板快脫落 牆壁還有一部分用鐵皮搭的 門口掛著大大的警示單 代表著房子不符政府法規 根本不能住人 這樣還敢拿出來賣 而且還真的賣得出去 現在正在斡旋中 重點就是地點實在好 矽谷住宅區的燙金門牌 這種戰損風的破屋 買了勢必重新翻修 運氣不好只能含淚原地重建 只是想撿便宜的人還是有 不過如果是想要在裝潢 整修費上省一筆 現在得更精打細算 住房以及健保支出 持續擠壓民眾的荷包 但是除此之外 根據最新出爐的數據 美國五月通膨率放緩了 年資幅下降0.1% 月增幅的變動是0% 是近兩年最低 但是為什麼美國民眾 還是很無感 因為就連早餐喝杯柳橙汁 都貴了不少 今年以來 美國的柳橙汁價格 已經上漲31.4% 主要就是因為 柑橘的最大產地 巴西聖保羅州 嚴重甘旱 甘旱之外 巴西的柑橘還集體生病 為了解決這種傳染病 嚴重甚至必須把作物 全都砍了燒掉 再花兩三年重新種植 勢必造成價格大波動 其他還包括像是 美國的N&L漢堡 宣布因為人力成本上升 必須漲價 一份Double Double的套餐 要賣將近10美元 相當於台幣320 就是因為素食 星巴克等 都貴桑桑 嚇跑客人 現在連星巴克 都要加入低價套餐站 推出了美式咖啡 配可送5美元 或是配三明治6美元的套餐 就是希望消費者回心轉意 但是整體來說 美國農業部還是預估 今年底之前 食物價格上漲2.2% 就是因為物價的起伏 難以捉摸 聯準會主席鮑爾最新宣布 利率維持按兵不動 也點出了最大變數 因此到底還能不能降息 也不好說 根據這次會議 19位聯準會官員當中 有15人認為今年會有 一或兩次降息 但是鮑爾說得很含糊 市場認為有降總比沒降好 不過時間點可能更傾向落在12月 一切都還要看物價如何表現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詐騙橫行來看這個狀況 有民眾不小心點到了連結 結果被騙走了3比各2萬元的存款之後 發現不對 趕快打電話給銀行要求支付 但是就在民眾跟銀行客服人員 講電話的過程中 詐騙集團又繼續轉走了2比各2萬元的款項 民眾既得申訴怪銀行動作慢 應該賠償損失 而銀行則認為是民眾自己提供個資給詐騙集團的 怎麼可以把損失轉嫁給銀行呢 但是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認為 銀行端的確有疏失 應該要賠 像這張的話就是我點外送什麼就綁定的 那基本上它就是累積優惠小數點 然後你可以折底 對 所以我覺得還滿划算的 現代人錢包裡少說都有幾張信用卡 除了現金之外 也是重要的消費工具 如果遺失也會非常棘手 我講一次我在韓國掉卡的經驗好了 我那時候是去便利商店 在機場的便利商店 等於我一入境之後在便利商店消費 我的錢包就掉在便利商店 然後我人就上了巴士去了市區 那後來我到晚上才發現我的皮夾掉了 那我就是跟銀行掛飾 基本上你就按一個快速鍵 然後它很快就會有人接了 跟你核對完資料 我印象中核對完資料 然後對完最後一筆交易 到他說好那請稍等他一下做處理 大概不到10分鐘吧 畢竟遺失卡片可以說是分秒必爭 就怕被有心人盜刷 不過有民眾是接到詐騙簡訊 意識不查點了連結依內容操作 因此詐騙集團從電子支付綁定的銀行賬戶 成功轉走了錢 直到他發現後隨即向銀行求救 雖然前三筆的款項被轉出的時候 銀行端有寄出提醒簡訊 但就在受害民眾和銀行做確認的同時 又有兩筆的款項被轉出了 但客服沒有立即處理 因此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認為銀行端有瑕疵 但整個時間非常短 從下午1點53分36秒通報銀行後 2點整28秒詐騙集團又轉走第4比2萬元 當時受害民眾語氣猶豫 直到2點01分12秒 詐騙集團又轉走第5比2萬元 2點03分才成功凍結帳戶 今天銀行是一個專業工作的人員 他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去控管這樣的風險 那麼他認為說 如果銀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措施 因為在這個案件的話 看起來是當時他在猶豫當中 然後在這很短暫的幾秒鐘 他的一個款項又可以再提醒出去 那麼如果在銀行委員會 他是認為說 如果銀行在這個時候 可以進一步的做一個暫時的控管 或什麼類似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當事人的一個錢或許是可以把得住 他先聽信了就是被詐騙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採取協商的方式 就很像比如說卡債你繳不出來 然後你可能可以跟銀行協商一個比較低的利率 那這個也是一樣就是其實他 因為當下我覺得這個很難釐清那個時間點 不管是兩分鐘三分鐘或五分鐘 但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可能會主張跟銀行協商一個 就是雙方負擔的部分 最終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認為 金融從業人員應該具有相當的專業和敏感度 因此仍有精進空間 所以應該賠償受害民眾幾萬元 雖然銀行說明設定帳戶凍結 需要的作業時間是1點5到2分鐘 4秒根本來不及作業 再加上受害民眾沒有完整告知 才未能阻止詐騙集團 因為他在前面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已經先有說通報是詐騙 而且其實您知道在做一些處理的時候 那您也知道是本人 那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應該可以再去做一些 更彈性的這個處理 的確我會建議銀行 在處理這方面事情的時候 可以更進一步 檢討他們的標準作業程序 畢竟現在詐騙手法日新月異 銀行專業的從業人員 也只能提高敏感度 我今天打電話去的時候 我就直接輸入一個 幾位數的密碼 那這樣子 他可以儘速做一些自動化的處理 或者是說他直接快捷鍵按一下 就是直接做一些立刻指負 像信用卡來講 你如果掉的時候 他就立刻按一個幾個鍵就進去 那這個我覺得或許 可以做一些提升速度的方式 對民眾來說 當然不希望遇到詐騙 如果落入圈套 也可能會出現遲疑 因此銀行能提供的幫助 也就更為重要 才能成為阻鎖上的幫手 TV新聞李延志和將 謝丹慈特報道 就是今天10點不一樣精選來看 這轉職跳槽要加薪多少 您才覺得夠呢 以一般同職能的轉換 加薪幅度平均可以來到15% 不過如果是不同職務的轉換的話 這加薪的幅度就難開高 專家就分析了 通常轉換不同職務 應該看重的是學習不同技能 而如果想要談高薪資 可以針對公司正在研發的產品 或者是要解決的問題來著手 提出可以為公司帶來多少價值 當作談判的籌碼 打電腦忙著整理資料 Crystal負責執行人才招募的工作 布什也得跟同事開會討論 要執行的工作系項 這是他畢業後第二份工作 在轉職經驗中 在薪資的調整上也有達到預期 我自己跳槽應該是因為 剛好有受到邀請 然後當時的履歷跟一些個人經驗 就是本來就有自己都在記錄 所以就可以直接呈現 對 因為剛好是第一 之前是第一份工作 起薪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來到這邊的話 剛好這間公司的本來的起薪 就可能會高於市場行情 所以就還蠻順利的說 如果以這兩個轉換的趴數的話 大概是有到15% 不論有沒有要轉職 隨時更新自己的履歷和作品 才能在機會來臨時立刻把握 而且也能在整理作品的同時 檢視自己的專業能力 平常就要隨時更新自己的履歷 你可能不用去做一個最完整的版本 但是如果說你 比方說你取得一些 還蠻不錯的成績 或者說你有一些標誌性的作品 最近有上映或者說出現的話 可能有一些想要離開的念頭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再把它更新 當自己的平台 我這樣子的話可能比較多 其他的不錯的公司 他可能看到你的時候 他就可以先來問你 相信大家都有跳槽轉職的心眼 而每一次的跳槽轉職 都希望能夠談到更高的薪資 不過要怎麼談到更高的薪資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年資跟專業能力 另外一個就是你有沒有特別的戰功 可以當作籌碼 盤點自己職場表現 具體提出量化的個人績效 轉職談薪水才有機會往上喊 離一般的同職務轉職 或是平移移動 不同產業但相同職務 大約是可以談到加薪15% 不過若是垂直移動 相同產業但不同職務 沒有過去經驗可以加分 談的薪資幅度恐怕就得限縮 換職能的話那可能就沒辦法 期待薪資太多的漲幅 如果是真的跨職能轉職的話 可能也不是要追求薪資的成長 而是追求看有沒有一個 可以幫助自己學習的環境 就在同職能的轉職下 如果想要有一個比較 跳躍性的薪資漲幅的話 這邊我覺得談判的技巧 應該比較像是能夠針對 雇主的需求去做說明 價值的說明 也就是說如果例如說 你注意到這家公司它可能現在正在發展 某一項產品 又或者說它現在想要 克服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你可以說明你的加入以後 可以幫公司帶來什麼樣的加成的價值 這樣子比較容易幫助雇主 就是跳脫既有的矛定的效應 就是市場的薪資漲幅的矛定效應 不只看職務的差異性 年資也很重要 尤其對社會新鮮人 或是剛入社會不到三年 應該要優先考量轉職 或是公司未來有更大前景跟學習空間 第一個你要瞭解說你為什麼要轉換工作 那我剛才講的 如果像年輕人來講 我們就很擔心 他就把轉換工作當作一個 自己自我加薪的方法 而忽略到了你應該想辦法 提高自己的勞務價值 所以甚至有我常講跟年輕人講的 40歲以前你找的任何一份工作 都是為了要累積你的人力資本 所以不要太在意你目前的工作的薪水多掛 而是問自己說我如果從事這份工作 40歲以後我的薪水會有多少 因為這段階段是在人力資本投資 另外在中高階的人才主動求職跟雇主延攬 薪資談判的要素也不同 不過不論是年輕轉職還是中年轉職跳槽 除了看薪資更得找到可以培養 專業能力的環境 才能在職場上長久發展 政府在這方面或是相關的 這種資訊的透明的這種揭露的機制 要過去強化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你的勞務價值 那勞務價值就要靠你自己 平常工作經驗的累積 包含你的要隨時保持這種 終身職能學習等等之類的 讓更重要的是要制造 成業的發展的脈絡 低薪已經是年輕人普遍困境 跳槽加薪不是唯一途徑 培養專業技能 才是提高工作價值的一大關鍵 TVW新聞中的龍一軍台北採訪報導 不過不管換到哪一個新工作 目前在台灣的職場 很常有的就是試用期 其中包含的試用期間 對於勞工的薪水打折 還有員工的福利也會有所打折扣 為了保障勞工的權益 有國民黨的立委就提出建議 試用期法制化 包含最長不可以超過三個月 還有期間薪水不得低於 應聘工資的80% 但是有學者就認為了 這樣子可能會造成的是雇主 濫用試用期甚至壓低薪資 還有跟就是小方去聯繫社群的股份這樣子 核主管討論工作的細項上班族Aris剛到職還沒滿三個月 可謂是大家認定的試用期階段 不過對工作上的用心和努力卻絲毫不減 我過去遇到的工作都沒有 就是試用期薪水會減低這件事情 不過會有就是可能要在試用期過後 我們才會開始享有正職的一些額外的福利 例如說學習補助 健康檢查補助等等 在台灣的職場裡很常有試用期 也就是到職的前三個月薪水必須打折 作為雇主對員工的考核 而國民黨立委主張建立試用期法制化 包含最長不超過三個月 期間的薪水不得低於應聘工資80% 不過卻引來兩極反應 包含有人認為試用期入法 將可以避免雇主毫無限制濫用試用期 甚至壓低薪資 也有人擔心試用期會常態化 我反而覺得如果政府明定了一個%數的話 那這樣反而有點像是變相鼓勵資方 去調整試用期的薪資 其實我個人覺得 因為薪資還是要回到 這個職位的設計跟期待 對 所以你通常不會期待一個人 在試用期的時候只要做80%的事情 對吧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做法 試用期應該是會跟正職 拿到一樣的薪酬待遇 因為這樣的話也比較不會發生 同工不同酬這樣的情況 雖然立委的初衷是為了保護被壓榨的勞工 但目前普遍試用期是九成薪水 如果立法保障八成薪水 反而對多數的勞工不利 也不禁讓人質疑為何不是全薪或者是九成薪 因為在我作為就是受僱者人工的角度來看 如果公司就僱主這邊 他的整個招募的流程是設計完善的 透過面試當中可能像面談或者是測驗這些環節 基本上僱主應該對求職者他的一個能力 或者是未來在這個職位上面 可以發揮的空間 他可以達到的一個技巧表現 有一個應該說有一定的掌握度跟一個想像 如果是依一個比例來減薪 假設是九成或八成這樣的薪水的話 但因為我在面試過後 然後到on board這段期間 我的能力可能不會有太大幅度的變動 我的能力不會打八成或九成 對 那作為員工我可能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我在這段期間 我要負擔的責任只要八成或九成 其實在勞基法裡面 目前沒有所謂的試用期 所以如果雇主他無故的 在你到職的前幾個月 或是前幾天可扣你的薪水 或者是沒有給予你當初承諾的薪資的話 這有可能是處罰的問題 另外如果雙方 聘僱雙方在面試 或者是到職之前有明定的協議 或是白紙黑字寫下 可能試用期間薪資是一樣的數字 那等到你試用期滿了之後 可以增加多少 如果有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那這樣可能就沒有處罰的問題 也就是因為勞基法 並沒有試用期規定 才導致台灣的雇主 對於試用期有不同的見解 可能部分比較傳統的企業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以比較新興的產業來說 這樣的狀況是比較少見 或者是跨國的企業來說 這樣的情況也是比較少見 政大勞工研究所教授 陳之約則提醒 當初22K效應也是基於好意 大學起薪 原本是26K內涵勞退和勞保 但22K則是外加勞保和勞退 但被雇主誤用才發生爭議 同樣道理試用期入法也許影響不大 唯獨八成新門檻有疑慮 其實試用期在國外也是非常常見的做法 那它比較像是在入職的時候 能夠很清楚的讓員工知道說 到底這個職位的期待到底是什麼 然後給資方跟勞方一個溝通的機會 讓他們確定說在這一段期間內 確定勞方是否可以達到這樣的標準 就怕立法的利益良善 會遭到惡劣的雇主濫用 反而剝削勞工 畢竟影響層面廣 利弊得失還是值得商榷 TVB新聞和將李妍這些單詞推報導 好 共享經濟時代的來臨 讓共享運聚逐漸的普及 從年齡層來看 越年輕的使用共享運聚 是比例上越高的 短期租車現在也成為了一大商機 而為了打造移動服務 有租車業者就是擴大了 共享的版圖跟通訊軟體合作 推出一站式的多元移動服務平台 開拓更多的用戶 學者也分析 共享服務的核心價值 就是在解決經濟剩餘 藉由閒置資源出租再利用 來創造更多價值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租車 那我們現在要去取車 陳小姐加入林口 但公司在新店 每週至少有兩到三次 會選擇透過共享租車 當上班代步工具 因為搭乘大眾運輸 至少要花一個半小時 選擇開車 省下不少時間 我就會選擇開車 因為開車的話 可能三四十分鐘就可以到 我家其實附近就蠻多的聚點的 所以我在選擇租車的時候 我也可以每天試不同的車款 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和陳小姐一樣 不買車使用共享租車 已經是相當普遍的行為 在路邊隨租隨還 不受租車門市 營業時間限制 技價也彈性 甚至不用下載APP 直接用通訊軟體 就能租車 共享租車 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租借方便 用戶不必下載APP 直接用LINE租款車外 甚至連機場接送 找人代價 通通可以在同一個平台上完成 希望能夠協助 所有有移動服務的 這樣子的一個需求的人們 能夠在A點到B點的 一個服務移動過程之中 它對於移動載具的一個需求 它可能過程之中 需要換兩三個移動服務的運具 但是在LINE GO平台上面 它就可以獲得一次的一個滿足 與通訊軟體合作 推出一站式多元移動服務平台 共同開拓用戶 從經濟部公布的數字來看 運聚租賃業市場 營業額規模在前兩年 都突破千億元 年成長分別是12%和14% 顯示企業用戶 常租車業務穩定 共享運聚也逐漸普及 共享服務類別裡面 以共享運聚包括腳踏車 機車 汽車等等 交通類的相關的服務 使用率是最高 這一些交通運聚使用的消費者 他的重複率很高 大概有將近七成 他有使用共享機車 然後大概有五成 有使用共享汽車 所以在整個交通運輸的 這樣子一個共享服務上面 可能消費者其實有一個 比較計畫性的使用的模式出現 共享運聚的當道的現在 你會看到計程車 已經不同的車 他也可以去做其他的服務 那我們現在的Uber Uber Eats 其實它原來是兩個不同的業態 一個是物流業 一個是客運業 他們現在也把它整在一起 那未來會有更多元的服務員 都會加入 共享經濟時代 短期租車 乘商機 學者分析 共享服務核心價值 就是在解決經濟剩餘 藉由閒置資源的出租再利用 創造更多價值 透過資本主義的推動 可以讓所謂的效益之大化 大部分的共享經濟 現在談的其實就是平台斯文 中間的一個平台角色 它去把兩端的需求面的消費需求 跟供給面的服務提供者 把它做一個重新的打造跟結構 佔據更多的市場上面的佔有率 台灣租車市場達千億規模 越來越多新舊玩家競竹 市場上也培養出一群 習慣用共享租車的消費者 台灣首家共享電動機車品牌就觀察到 營運8年來 整體用戶使用量 每年以20%到30%的速度在成長 目前在雙北高雄 超過7000台共享機車 服務超過百萬名會員 目前這個在全台大概整個運量 可能是突破2000萬的運量 每一年 所以每年就大概有2000多萬的 這個燙次的使用 共享機車作為他們很主要的 這個移動的代步的使用工具 共享服務透過所有權重新設計 將資產運用極大化 進行線上到線下 經濟盛餘交換 共享移動產業的未來發展 無限可期 TVBS新聞 黃冠韋德燕宣 台北採訪報導 新冠疫情過後 民眾對於健康更加重視 大小型健身房如雨後春筍一般 而根據統計台灣 光是健身中心的總一額 就超過了150億 台灣前兩大的業者 規模佔據了4分之3 搶下大病 也出現大者恆大的趨勢 幫我在整個人轉向側面 AI系統偵測靜態的你 動態的你 所以它整體來說 它是右邊的鎖骨 胸肌腹肌這裡的問題 然後一直連到你的另外一側 你的左邊的腿部 AI體態檢測 身體哪裡需要調整 三分鐘一目了然 身體有沒有脊椎歪斜 或是說身體的側彎 還會說骨盆兩邊不對稱問題 但是肉眼總是沒辦法那麼精緻 那我們用這個高階的設備 去評量的話 我們會很快速的效率 把它找出來 人臉便是進場入場 刷臉就好 為了有效的 管制會員的進出場 以及體溫的偵測 然後跟系統商共同開發 現在健身房不再只提供健身服務 運動後需要補充能量 還有智能販賣機 挑選知名的品牌來進駐 包含了生菜沙拉 包含了咖啡 以及高蛋白飲 歷經疫情 兩大連鎖健身房業者 多角化經營 不約而同 跨足零售拓展商機 看重的是不斷成長的運動經濟 有關於一些附屬的收入 我們的WorldJum Online 數位平台 還有我們零售部門的部分 尤其在零售的部分 我們已經開了五間 我們去年年底 我們有報告 今年要開到二十間 台灣健身中心的總營業額 2020年一百五十二億 2021年因為疫情下降到一百二十三億 2022年回升到一百五十三億 疫情之後健身產業大洗牌 不少中小型業者退場 出現大者恆大趨勢 消費者對於品牌的信任度 我認為還是很重要 我們的每個月的新入會的會員 有六成是來自於既有會員的介紹 我認為這也就是一個 對品牌的一個信任 去年台灣健身人口的滲透率 不增反減 由2022年的4.99%降低到4.3% 但業者展店腳步不停歇 希望進一步搶食市場 13歲到100歲的人都需要運動 都需要健身 所以只要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都需要有健身房的建築 未來展店的方向 我認為是要去觀察 每一個城市的人口的脈動 未來就是人口快速移入的區域 高密集度的住宅區 會是未來的重點 以兩大連鎖健身房為例 世界健身店數123家 市佔率近50% 會員數44萬 健身工廠也有76家店 市佔率25% 會員人數有27萬 民眾的健康意識抬頭 當兩大連鎖健身房 占了整體健身市場的7成5以上 規模相對較少的健身房 要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健身市場中 殺出一條深路 待會膝蓋幫我維持小腿垂直於地面 教練一對一帶動作 重視體態健康議題的潮流下 讓不少人投身健身產業 與大型連鎖健身房做出市場區隔 中小型健身房走的不是訂閱制 而是以分鐘計價 讓消費者不會覺得自己被綁定 不走與大型連鎖品牌競爭的路線 中小型健身房把重點擺在運動推廣 我一直不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我必須殺頭 必須跟你怎麼樣頭破血流 我覺得大家是一起好的 就像剛剛講的 你的運動滲透率要拉高 那你大家要一起去把這一塊做起來 台灣健身人口滲透率不到5% 與歐美先進國家的20%仍有距離 業者深蹲市場 在這個數字達到天花板之前 搶先插旗 TVB的新聞與幸悍王浩宇台北裁縫報導 現在社會很多人因為飲食不均衡 少運動壓力大導致便秘的狀況 而醫師指出改善便秘 建議可以從飲食跟生活習慣來做調整 就能改善吃便秘的情形 很多人以為只要沒有每天解便 就是便秘 其實便秘不單只是以多久沒解便 當成評估標準 其實若排便時沒有困難非常順暢 排便頻率從三天一次到一天三次 都在可接受範圍 如果如測時需使盡力氣排出肝硬的糞便 加上每週解便次數少於三次 臨床上這就算是便秘 而當便秘症狀持續超過三個月以上 就屬於慢性便秘 事務上我都跟大家說 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 都算在正常的光浮裡面 重點就是我有感覺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能不能很快的上出來 我上的過程不會太辛苦 我上完覺得是舒暢的 以這個狀態來說的話 頻率反而會是幾次 大腸有沒有一些食指上的病變 或者是肛門有沒有問題 如果這兩個都排除 那他還是抱怨說有便秘的情況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一般會建議就是 從水分的攝取 還有高纖維的食物 因為這個會讓大便比較順 還有生活的作息 可以考慮多吃水果 水果不僅能改善排便的頻率 還能調節腸道菌群 增加有益菌如雙齊感菌 和四酸乳感菌的數量 像譬如每天使用兩顆黃金奇果 就能大幅改善便秘的狀況 效果與腥微補充劑測情值一樣好 而且負注用更少 高品質的飲食習慣 可能有助於減少便秘的風險 讓便秘患者提供了食用的飲食建議 有助於改善健康狀況和生活品質 研究發現 越是諮詢健康的飲食指南 攝取較多的蔬果 豆類 群穀物 海鮮和植物蛋白便秘的風險越低 而鹽分的攝取量越高 便秘的風險就越高 民眾如果有便秘長期的問題的話 當然會建議民眾可以經由飲食的調整 我們就是增加一些高纖蔬果的攝取 然後增加更多水分的攝取 再增加我們一點點活動 運動的一個次數跟頻繁度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改善我們便秘的問題 要多吃蔬果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多喝水這樣子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也要配合著運動 這三個方式的話是可以促進 我們腸胃道的蠕動比較順暢 那多喝水的話是可以讓大便能夠比較軟 這樣子能夠比較促進大便的排泄 這樣子以達到緩解便秘 預防便秘的效果 在一項針對功能性便秘的雙芒隨機安慰劑 對照試驗中研究團隊發現 每日補充膳食纖維和益生菌 可以有效緩解功能性便秘 有研究建構出膳食纖維和益生菌 益生菌配方都能有效緩解便秘 每個人畢竟是浮動的狀態 你每天的吃的東西不一樣 喝的水分不一樣 你運動的狀態不一樣 你的壓力也不一樣 那當然你腸子在消化上 蠕動上的速率就不會那麼的相同 今天也許肉吃的多一點 明天也許纖維吃的多一點 糞便的形狀跟顏色質地都會有一點不同 不需要為了一天不好上 而覺得很焦慮 專家建議水果是三離醇 多酚和纖維質的攝取來源 三離醇無法被消化吸收 具有飽水性 可以增加糞便中的水分和重量 而多酚可以增加像是雙齊桿菌 和乳酸桿菌等 有益於腸道健康的細菌 來調節腸道菌群 膳食纖維可透過不同的潛在機制 改善便秘狀況 不可忽視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完全省錢戀愛手冊 每週一晚間8點到10點 連播兩集 好險哦